早上的11點48分 記者在台東展覽會的副局長 看到了台灣壽恩公司的董事長 我們來看看 這個我們來看看我們那個董事長來介紹 董事長你好 我環球U8的記者 請教一下你們貴公司的業務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壽恩從主要的希望是能夠來服務我們這些台灣前輩 我們透過我們的系統來簡化行政管理的一種 並且把我們一些智慧居家 跟在家裡所需要的補具 能夠透過這系統一起推動的手續 這大概是我們的業務 貴公司成立大概多久呢 我們成立於2014年到今年是三年多一個月 那對長照2.0政府的推動方面 你們幫政府在推動什麼方面的業務呢 我們從一個民間的單位來說 我們就是要承接政府給我們的政策 那透過他給我們的政策 我們來協助把這些政策裡面 所希望達到的服務 以及希望服務所觸及的對象 能夠把這件事情串聯好 那我們就站在一個中間點的中心 承接政府的命令 來把我們長輩人服務的 是 那請介紹你們高雄市有什麼據點 跟屏東縣有什麼據點 我們在高雄自己有日照中心 跟台南也有一個日照中心 那我們屏東高雄跟台呢 我們分別用我們系統 服務5000多個個長輩個案 那服務的人是非常多 是 被公司現在的人 有多少的人在服務呢 我們公司自己行政單位 大概將近50多個 那服務主大概約有20個 是是規模也龐大 這些居服單位 他們的人數就更多了 將近30% 是是是 那你對政府有什麼建言呢 在長道2.0 需要什麼幫助呢 我覺得長道2.0要需要多 輔導我們業者 讓我們業者更清楚 那個政府整體的規劃 那在這個中間中 有很多振動機 沒關係 我們要需要跟政府 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管理 也是針對的衛福部的方面 是 衛福部方面要請衛福部要幫忙 是 多溝通 這一點我會幫你反應 謝謝你董事長接受記載的板位 謝謝